嗨,大家好,我是正峰 今天呢,我們要來跟各位介紹 什麼是燙金,以及我們怎麼做燙金的部分 那今天呢,我會教各位來做我們燙金紅包 以及烙印我們的皮革這種材質喔 那我今天準備了我們益生兩台設備 第一台是我們益生氣動燙金機 再來是我們體驗最多人會做的 體驗的手動燙金機 那接下來呢,我們會跟各位教學說 我們怎麼來使用我們的燙金設備 那我們在燙金之前呢,我們需要準備的東西有什麼 首先呢,最重要當然就是我們專用的燙金磨料 那再來,我們等一下去測試我們的紅包袋 那我們就是準備好我們的紅包 那再來,我們還需要一把剪刀 那再來我們要燙的耗材呢 我們需要準備的是我們的燙金的模具 我們有分兩種,一種是新版 我們會去請我們的模具廠開好我們的新版 再來,我們會開銅模 銅模的話呢,基本上可以做的東西 為什麼它的銅模會比較大,比較厚 因為銅模呢,可以烙印 它可以將我們的皮革烙印出深度 對,那也可以將金燙上去 那再來我們就示範給各位看囉 好,那接下來呢,我們先跟各位介紹我們氣動燙金機 我們氣動燙金機呢,這邊呢,有一個技術器 我們可以知道說我們做了多少 那我們長按,就是將它歸零 那這邊呢,是設定溫度的部分 那再來,這邊是我們的燙印時間 我們壓它去設定3秒,它就會停住3秒 那這邊是我們攝帶 因為我們這個氣動燙金有自動捲攝帶的部分 基本上呢,我們設定2秒 它就是燙完之後起來,它就捲2秒的時間 這樣我們就可以去抓出我們每一個的間距 那接下來呢,我就來為各位介紹 氣動燙金機的操作方式 好,那我們呢,接下來就來燙印我們的紅包袋 那首先呢,我們要先準備好我們的新版 我們已經預先將我們的新版裝上去 所以我們等一下燙出來的新版是兒子的乾苦錢 好,那我們來燙印喔 壓下去,然後有沒有它就自動過來 兒子的乾苦錢 好,再測試一次 有沒有,它非常簡單 壓一下它自動有沒有,自動捲過去 那這樣子我們就可以到達我們的連續生產 然後燙上去基本上就完成 有沒有,一下就完成3個 非常的快 好,接下來呢,我們來測試我們的手動燙金機 手動燙金很簡單 我們基本上呢,它的壓力就是用我們手的壓力 對,那我們有個開關 然後設定溫度的部分 那接下來呢,我們就來測試我們的皮革烙印 以及皮革燙金的部分喔 好,那接下來呢,我們這次呢 所使用的模具是用我們的銅模 我們已經預先將銅模放在我們的發熱板上面囉 好,那接下來我就用我們皮革來做烙印的部分 烙印很簡單,壓下去大概1,2,3 完成,它就上去了喔 它的烙印已經有深度這樣 那我們接下來一樣,拿一張我們的金箔 那我們燙金一次的皮革 好,完成 有沒有,基本上已經上去 燙金完成 有沒有 對,那這就是我們手動燙金機 可以烙印,也可以做燙金 那各位呢,如果想要聊點燙金的部分 趕快找我們一生喔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